今天是大年初六开工日 国内的疫情之前有连续四天加零 直播官陈时中在初五曾经很乐观地说 希望能够继续地维持 能够五福临门 不过这个希望在今天落空了 因为在今天宣布新增了一例 境外移入的个案 是从美国回到台湾的这名妇人确诊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 就是这个新增的案939 长期居住美国 去年10月份曾经在美国确诊 11月份二采阴性之后反台探亲 两个月之后因为要回美国登机前 自费裁剪 果料裁剪的结果竟然是阳性 指挥中心就说了 其实它的CT值35算是很高 已经没有传染的疑虑 但是有一个地方比较不寻常的 就是这个病毒入侵人体的初期 一到两周就会产生的 Igm抗体却是阳性 算是比较不寻常的状况 因此就有国内的医生认为说 这个案例不排除 它有可能是在台湾感染的 新增了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 新冠肺炎连续五天加零落空 台湾新增境外移入案939 为本国籍女性长期居住美国 去年曾经检测为新冠肺炎阳性 在美国家中自主隔离 11月二财因新后反台探亲 这段期间内完全没有症状 不过2月15号他想回美国 因此自费裁检 没想到验出阳性确诊 病毒难缠时因时阳 难道这又属于负阳个案吗 指挥中心认为 虽然验出病毒 但没有必要再乘坐负阳 案939CT值35 已经不具传染疑虑 接触者共有12人 而他的血腥抗帖 IGM IGG都呈现阳性 IGG阳性通常为感染新冠肺炎 患者在后期所产生的抗体 而IGM阳性则代表患者 大多在感染初期 这个结果也让指挥中心很惊讶 指挥中心坦言案939 或许是例外状况 但国内医师认为 有可能是在台湾感染 IGM阳性 IGG又阳性 CT值35 比较偏向 它是在几个礼拜前 最多一个月前 在台湾所发生的一个感染 要看它的病毒量 如果它病毒量已经很低了 IGG IGN都阳性了 它也有可能是在美国感染 当然你也不能说 反正说不可能在台湾感染 林依然也补充可以对比个案在美国 以及在台湾的病毒分序来做厘清 只是阴性反应后来台两个多月 却又检测出残余的病毒RNA 行增境外M939 也让台湾只不再 廉死加零 记者 张士奎 台北报导 指挥中心公布 卫福部立桃园医院 3423个人的检验结果 全部都是阴性 包括了先前第一次裁剪的时候 出现了微弱阳性反应的 二采结果也是阴性 而21名确诊者当中 已经有8个人陆续的解除隔离 有一名患者不幸死亡 6位无症状 4位轻症 还有两名重症患者 其中一个人装上了叶克膜 还没有脱离险境 布桃可以说 全部检验的结果 都是没有 都是阴性 开工第一天 指挥中心宣布布桃清零计划 全院3423人的检验结果 全部都是阴性 包括先前一采石 呈现微阳性的个案 经过多种试剂检验 结果也判定是阴性 那跟上一次的结果 几乎是差不多 那甚至讯号可能更微弱一些 感染没有再扩大 可以稍微松口气 而布桃燃疫风波中 21例确诊者见况 有8人已经陆续解隔离 一名患者死亡 6位无症状 和4位轻症患者 还有两名重症患者 其中一人 已经装上叶克膜 但用呼吸器还是没办法维持 就也上了叶克膜 来维持 然后那 目前的状况 还算是相当紧急 有了布桃 前车之鉴 指挥中心眼里推动 接触确诊者 提醒程式 民众可以自主下载 手机APP 透过定位系统 要是1.5公尺内 出现确诊者 或是接触超过15分钟 用户就会收到市井 相关资料都存在 手机用户端 不想用 可以自行删除 做好各自保护 包括接触过的人 或者是足迹 难以追踪的一个状况 用我们去年已经 这个资讯组 这边开发出来的一个 社交距离相关的APP 然后来用在这个 可能在医院里面 来做一个推广 因应可能发生的群聚感染 透过手机APP 作为民众 自主通报的依据 善用台湾 科技力 让全民一起 做好防疫 记者 林先生 就哄一财 特别报道 中国大陆的科兴疫苗 最近终于在国际期刊上 发表了第12期的 临床试验结果 报告显示 科兴疫苗 对18到60岁的民众 整体的保护力 有50.66% 而在中国境内公布的 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 结果则显示 这支疫苗 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不良反应率低 因此现在 在国内又掀起了讨论 就是台湾到底要不要买呢 对此 指挥官陈时中提出了 购买疫苗的四个重点 分别是安全 有效 可以买得到 还要有人愿意使用 但是中国疫苗 技术性资料还是不足 他也反问 台湾到底有多少人 想打中国大陆制的疫苗 只是他也没有把话说死 他表示如果台湾真的有需要 将会排除万难 你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证据 那就会被我们注意到 那如果真的是非常需要 我们当然会排除万难 似乎被问到疲乏了 部长称之中脱口 说台湾若真的需要中国疫苗 会尽力交涉 但对中国疫苗的效力始终质疑 在采购他还是要安全有效 那可以买 那另外也要有人用 那像我们其实在中国疫苗里面 在安全有效 这边我们觉得相关的技术性的资料 不够完整 那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用 中国科兴疫苗日前在国际期刊上 发表一二期临床试验 虽然提及这支疫苗 对18到60岁民众 整体保护力有达50.66% 而在中国境内公布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则显示 对60岁以上老人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力低 但不止安全性 外界充满疑虑 台湾若真的要买中置疫苗 法律就先卡关 很多人都愿意打 想要打 那当然就会去提出相关的修法 那至于在目前在本部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当然其实都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在面对疫苗的时候 万一有特别好 特别神奇的状况 那整体让大家可以信任 那么也没有必要 一定要排除不可 中国疫苗买不买不止牵扯 医疗问题 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 也是一大难题 日前因为国内的疫情升温 台南市长黄伟哲 1月19号宣布要取消今年的 盐水风炮活动 但是呢 却引发了部分地方人士的不满 不过现在又传出了 因为疫情暂时稍微的趋缓 是否在考虑是否要如期举办 但是五庙的主炮城已经确定取消 不会有所变卦 而其他的风炮是否会如期举办 是否能够兼顾到防疫呢 华伟哲表示这两天将会决定 数千只风炮飞出场面 看起来相当壮观 不少民众每年都会全副武装 来台南盐水 享受以下被轰炸的快感 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日前紧急喊咖停办 引发地方热议 但现在却传出 两边的声音 一个是防疫的需求 一个是地方民俗的要求 因为现在顾逃的危机 已经稍微获得 已经相当程度的获得舒缓 那所以说我们要重新考虑 由于本土疫情稍微趋缓 更考虑到有些炮城 已经做好了无法存放 因此这几天 市府将持续和庙方讨论 希望能尽早做出决定 不要办好了 因为他人会聚集还是很多 因为五庙的由来 就是因为厨艺嘛 所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能举行 看缩小规模 让这些炮城 不要一整年就很危险 放在他们的家里 都共同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然后五庙这边的主炮城 已经全部取消 风炮有驱赶瘟疫的寓意 但就怕人医多防疫措施 又没做好 恐怕会成为防疫破口 眼看元宵在即 现在五庙主炮城 确定取消不释放 但其他的风炮 要如何处理呢 是缩小规模如期举办 还是有其他规划 外界也都相当关注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